即使新闻综合报道,实至现代社会,人类能否自主选择死亡,成为一个重要且严肃的议题,即使在道德与哲学上仍有争议,人类已经开始尝试各种安乐死的手段。 澳洲一名常年推动安乐死,被誉为死亡博士的医生尼奇克,Philip Nitsch,他将于2018年推出可三D列印的自杀胶囊,只要按下一个按键就能安详地前往极乐世界。 综合外媒报道,这个拥有流线外形充满科技风格的胶囊名为Silco,使用者在进入舱门前必须得通过一个线上心理测验,通过测验的使用者会获得开启舱门的密码,接着只要在里头躺好并按下死亡键,胶囊内部就会开始释放液态弹,并降低腔内的氧气浓度。 尼奇克表示,胶囊在短短数分钟内就能为使用者带来安宁的死亡。 报道指出,Sato除了能让使用者无痛往生之外还顾及环保概念,上方的胶囊可以在使用者过之后拆卸下来,直接作为棺材使用,下方的底座则可以重复使用。 除此之外,尼奇克已经将Sato的蓝图放上网,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免费下载,再用3D列印制造出来。 专家估计,列印Sato的成本大约为美元1200元,约新台币36000元。 尼奇克表示,为了因应老年人口增,加而提升了安乐死需求,以及安乐死药物的道德争议。 Saco是为了让使用者能不用任何药物来完成安乐死。 尼奇克表示,每个理性的成年人都有选择平静死亡的权利。 The future is in taking control over life and death. The circle lets you your elective rational suicide. QMF HNTS QQMU Philip Nitsch H. Philip Nitsch 2017年 12月1日 QMF HNTS